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兩篇 國內大學關於 金登林用在股市預測上面的兩篇學術論文 這兩篇一篇是源自大學的 碩士學生的論文 另外一篇應該是原本在台大 蔡真雲老師 培股老師 他的老大學生還是合作夥伴 共同發表的一篇論文 蔡老師目前好像轉到東吳去了 今天的題目我把它定為叫做 Dip Candlestick Candlestick翻成中文就是蠟燭圖 台灣我們一般都叫K線圖居多 今天這兩篇論文基本上是基於 K線圖的形態來做圖形辨識 我上次有講過一篇論文 它是利用K線圖來抓技術分析的買進跟賣出的點 它裡面那一篇論文還有提到 像用那個布林通道 MACD RSI這些技術指標 那個是在抓技術指標的可能的買賣點 今天要講的這兩篇 是基於K線本身的一個短期的形態 可能就只有幾天的形態 它有一些辨識的pattern 藉由這些pattern來判斷未來是一個漲還是跌 或是一個好的買點 或是一個好的賣點 技術分析的主要的兩大分析 一支是看K線本身形態 另外一支是看技術分析 而是利用K線形態 然後加上一些數學統計公式的技巧 把它轉成這個圖形來做一個判斷 這是技術指標的作用 那今天講的這個K線形態 它是以短期少數幾個K線為主的 那在講這兩篇論文 我先講第二篇台大這篇論文 它用到了一個判斷的K線形態判斷的依據 它是根據這一篇 這個看起來像是 這個K線教學 美國K線教學補習班的DM 那它網路上你搜尋這個 The Major Candlestick Signals 可以找到它的PDF檔 那它總結了一些K線的方法 它列出了一些 大概十來種不同的形態 先介紹簡單的 就是兩個很少見到 但是一旦出現了 大家要特別注意 那上面這個我們中文 常叫做墓碑線 這個就是開盤的時候在最低點 然後一路往上衝 衝到一個高點 然後又回到開盤的位置 那如果你對股票市場有一些概念的話 你應該知道這個是一個很不好的訊號 表示它今天要 試著要把價格拉上去 但是最終又回到原點 所以我們才叫它叫墓碑線 就像一個墓碑這樣立起來 那 右邊 右下角這個 英文叫Dragon Fried Doge 它台灣一般會稱為叫上吊線 或是叫掉垂直線 那為什麼會有兩個不同的名稱 看它是在高位還是在低位 那 今天 如果它在低位 這個剛好跟前面這個反過來 開盤在最高位 然後一路往下掉 盤中往下掉 最後回到原本開盤的位置 那這個如果是在下跌的盤 代表說它已經跌得差不多了 有可能要起來了 OK 那另外反過來是 它在上漲的盤 上漲的盤它開盤開最高 但是一路下跌 那這天兩股勢力 看起來有點起步相當 所以它又回到 當天開盤的下位 那 在這種情況下面 它隔天的訊號就很重要 如果它是在上行的通道 出現這個所謂的垂直線 在上面叫垂直 在下面叫上吊 在下面叫做錘子 那如果在上面的時候 因為它開在最高 然後一路下來又回去 那 那表示當天下沙的那個移位 有點濃 只是沒有成功 所以隔天開盤 是如果明顯往下的話 那就是 信號就缺了 這就是一個 類似像上吊 或是吊頸線 那是快門帶的 所以這個 右下圖這個圖 它是在上行通道 是下行通道 它代表意義不一樣 那這裡面有很多不同的型態 那有興趣的話 就給大家自己私下下載 這個PDF檔下來自己看 那這裡就不花時間 一個介紹 那我舉其中一個為代表來印證 最近這幾天的牌 讓你一下有感覺 等我一下 OK 我們 就用這個叫做 Eventing Start訊號 來當作講解 那這裡白色 表示我們的那個 紅K棒 那黑色代表是我們 一般就綠色 或我們 中文都叫 綠K棒 那就代表說 原本的盤 是氣勢如紅 在往上 可是到第三天 它卻是一個 黑K 向下 這代表 開盤在這裡 然後盤中 曾經上來一點 然後盤中 整個疊下去 然後收盤的時候 收在最低點上面一點點 這代表 氣勢 有點要反轉 那這個 會不會真正的反轉 要看 這個 黑K棒的第二天 是繼續往下 還是更下面 那這裡面 這個 不一定是要白色 但這個 通常都會比較短 那這裡 這本小冊子 這裡 它標的是 這個 紅色 但是實際上面 要能夠完全符合這樣的 形態的 pattern 其實不多 所以 我們 不管是 是人在 在判斷 還是 利用 AI 來判斷這樣的 形態 你在 比如說你用作 superfi人 你在label的時候 不可能這麼死的 所以 它的那個 形態上面 你要能夠辨認它 比較大的 變化 好 那我就以 這兩天 一個 美國很有名的標股 特斯拉為例 來 介紹 這是 特斯拉 這個是昨天晚上的盤 那你看前面 三四天 這邊 是一路上升的盤 有沒有 就 有 有 我們回到剛剛的那個圖 一路上升的盤 然後第二天的時候 這整個 這個 紅K棒 或是黑K棒的實體很小 有沒有 相對比較小 這一天是大紅K 然後第二天 在這裡它是 黑K 它是 它比較短 但它繼續有上升一點 然後你可以 看到 第三天 整個下去 再上來 它沒有 完全符合 剛才的規則 但是我們可以把它視為 是剛才那個 The evening start 的形態 就是 它開始掉下來 但是 這個低點 要超過 前面這個 紅K的至少 一半 以上 就是它要疊 回來 這一個 的一半 的下緣 這是 這個型態 它一個基本的特徵 所以 你可以看到這個 黑K 基本上已經把它疊掉 快要全部 只剩下 一點點 盤中 甚至疊更多 那 基本上 那個比較敏感的投資人 在這一天 看到他開始 還沒到這裡的時候 大概在中間就跑 那 膽次比較大的人 他可能會 等到第二天 但到第二天 他就 那個 少賺或是 虧損 做得比較多 因為 第二天開盤 就直接是 幾乎是這邊的 最低點 然後 曾經上去又下來 基本上 開盤跟手盤的 夾位 兩個很接近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時薪很小 這就是一個 典型驗證 這個K線的 Pattern 一個 實際上 在 一個 股市上面 他真正出現 一個型態 關掉 等一下 好 那這個 就留給 大家 自己看 好 那首先 我們介紹 第一篇 原字 這邊發表人文 這是一個 感覺起來 應該是一個 外籍的 印尼的 碩士研究生 他的碩士論文 那他的論文 其實你如果看過一遍 把他整個 瞭解之後 其實他的論文 可以說是非常簡單 他基本上就是用 CAMARUTE NEW NETWORK 去看 這個 K線的形態 然後判斷 看到這個形態之後 接下來是會漲 還是會跌 那他同時 用了幾個 那個 MACHINE CAMARUTE NEW NETWORK 當作對照 那他們有 建置一個網站 你也可以上去 點一下資料 就可以 上去玩 你只要 填一些資料 然後他 就會 給你講 這個 預測 你告訴他 台灣 不曉得有沒有印尼的 不過他這邊 確定一定是有台灣 有啦 有啦 你選台灣跟 印... 印... 印度尼西亞 然後選哪一天 好 然後 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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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他只做到2019而已 沒有 沒有2020年 所以這網站可能也沒有在維護 那這個 這個基本上就是 對應到他的論文 你 告訴他 現在的 K線的形態的圖是什麼 那他預測接下來 古要是會長還是會跌 這篇論文其實在 實務操作上沒有什麼用 隔天會長還是會跌 對我們幫助不但 我們要真正要知道的是 我們現在這個時間點 是不是好的買點 還是好的賣點 還是好的賣點 因為你明年點 明年長 後天跌 那其實你就是賠了 對 所以 我來講說這個 學術研究上面 可能是有意義的 但是在實際操作上 那他真正的用處不大 那除了 使用CNN之外 他也有用到 這個 KNN KNN's Neighborhood 還有Rendon Force 隨機生理 這兩個machine learning的方法 當作 比較 那論文的文字 我們就 不一定看 我們直接看 他的圖 他收集了 台灣這個 前五十的 台灣五十的股票 跟 印尼的這個 十當代表性股票 當作資料集 來訓練 跟做揮測 那他的 圖 是什麼 就他的那個dataset 是什麼收集呢 他有 分成 圖是 五日的 十日的 跟二十日的 圖 我們從後面的 就他的 圖 有分 五日 十日 跟二十日 那二十日 他可以 用那個pixel 用五十乘五十點來代表 然後 也有用 這個二十乘二十點 來代表 這兩種 這個pixel的解析度 來對照說解析度 比較高會比較好 還是兩個都差不多 那 這是他實際 實際上面 這個 模型的整個方塊圖 那簡單呢 就是 把收集的資料 轉成 K線圖 用一些 轉圖的工具 我們用 m.lib 把它轉成 K線圖 然後送到 CNN CNN 他除了他自己的簡單的CNN之外 他也有用那個resNet 跟VGGNet 來對照 不過他的實驗做得不是很完善 那後面會講 那最後就跑模型 其實就做一個二元分類 判斷接下來會長還是會跌 其實很簡單 那除了K線本身以外 他也加了一組 是有那個交易量的 來當作比較 就是加了 然後這個 同時加上交易量 他的判斷 會比較準 還是會比較差 那這個Table 2 是他本身 它提出來的CN模型 在它的論文當中 它結果最好的是它的模型 它的模型基本上就是標準的CN convolution然後做pooling 它多加了一個dropout 它是兩層的CN 然後後面做10 step 它基本上是類似像resNet-5 它加上dropout 然後後面用red root 改成兩層的二元分類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CN模型 那想單來合 最後它做出來的結果一定是 它提出來的CN最好 那至於為什麼它的CN最好 它的論文並沒有太多的琢磨 我覺得這是比較不足的地方 它像它第一個table 3 第一個實驗 就只有拿它的模型跟random forest去做 這個比較主要就是它不同的週期 就是區五天 十天、二十天 然後pistal size是50乘50跟20乘20 然後來比較 最好的結果就是20天 然後50乘50這樣的一個結果 那這是這樣子覺得大家會讓我們想當好的 因為你的週期不夠大 其實比較難看出來它的走勢 所以它的20天的結果相對比較好 你看同樣的50乘50 20天的比10天好 10天的比5天好 那再來就是解析度越高 在這裡50乘50比20乘20要好 因為它並沒有再往上 再往上如果解析度變得非常的高 我個人預判它的結果不會差那麼大 但是因為50乘50跟20乘20 這顆粒度的粗性差異度很明顯 所以50乘50明顯比較好 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20乘20 看那個resolution其實差非常多 所以它的辯論會比較差 這可以理解 它在這個實驗並只有跟random flores比較 其實比較可惜 那接下來它這個實驗 就同樣只有拿幾個簡單的 就沒有像剛剛那麼多排列組合 它只拿這個幾個 它上面做的其中三個 去跟resnet還有vcnet做比較 而且resnet 像vcnet只有做一組 這其實真正在發表學術論文上面 這個是不對的 你應該要有同樣的 按照同等的數目的比較 而不是只拿其中一個兩個 來跟你的大多數做比較 那這結果它比較好 我覺得 非常有可能是 它的data不夠多 造成overfit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我剛剛在提它的模型的時候 它是兩個 兩個 CNN的repeater的module 每一個module之後會做 那個drop-up 你知道drop-up的機制 它其實是什麼?regulation 避免overfit 但是它並沒有在resnet跟vcnet 做同樣的事 它論文裡面沒有提 所以我基本上 認為它應該是照搬 應該是拿open source直接就跑 所以可能是基於這樣的一個假設 造成它的結果比較好 這可能是一個完全錯誤的實驗 導致錯誤的結果 所以在我來看 這不是一個很出色的 這畢竟是 碩士研究生做的 畢業論文 所以沒有什麼 太多可以科著 那這邊是跟randon forest 做的一些比較 只是從台灣50 換成印尼的股票 重複做一次 那後面跟一些 傳統的方法做比較 就是machine learning 的方法 那現在大家都知道 這個 很多比較複雜的問題 地步生靈都會比 去 learning 傳統的方法要好 所以現在它這裡去跟這些 傳統的方法做比較 有比較好 那這也是可以預期的 好 那 這篇論文 主要的精神就在這裡 我們就很快的就帶過 那這篇論文其實就很簡單 總結下來它就是 把這個K線的 這些number的資料 轉成 就像人類一樣 我們這個 投資者會去看 這個轉成圖的K線圖一樣 他會把這些 實際的交易資料 這些數值轉成K線圖形 然後做成Label 然後做二元分類 請 請 請問 請問 不知道從它這個 作者的文章 看不看得出來 它能不能輸入 是什麼 應該都是一樣的 然後六個是 就是隨著你 看說 何不直接輸入 那些數字 時間區列 然後這段 一文的資料 幹嘛一定要說 請問 嗯 這一篇論文 這一篇論文 並沒有交代說 如果我影響過這篇 我很久之前看 所以 影響有點磨磨磨 就我記憶所及 這個學生 並沒有在他的論文裡面 提到說 他為什麼要用 土 用convolution 那上次我有介紹 這個 TCA Temporal Convolution 要用這個 這個 英國的 一尾 或是我其實 TCM也可以用二尾 把它疊上去就好 就是每一個 代表圈 它是 一個二 一個 每一個 時間區列是 一個往上 是一個 你懂我意思嗎 它就不是一個數字 是一個往上的 一個 你也聽那樣子做 我沒有看過人家那樣子做 但是 我百分之在 覺得那樣子做是可行的 或是直接用 RN、LCM這樣的技術來做 OK 這篇論文並沒有 針對這一點 來說明說 他這樣子做的好處 是什麼 當然也不會提壞處是什麼 不過 第二篇台大論文 那這篇我們就結束了 那這篇我們就結束了 第二篇這個 這個 這個 Mr.陳陳跟這個蔡老師 正好是個博士生 台大博士生 跟那個 麥庫老師他們 發表的這篇論文 他們就有說 他們為什麼要用圖形 因為 他們要做 可解釋性 那用圖形來 來輔助做的可解釋性 比較容易 理論上也是可以 只是說 他們認為用圖來做會 相對容易一點 因為目前 用在圖形上面的 可解釋研究 相對比較豐富 他裡面 在這一篇裡面 他針對這一點 他只有提出來 他為什麼這樣用 那 可解釋性的 一些細節 他在這一篇裡面 並沒有深究 他在其他的 發表的 公開的論文裡面 有講 可以上網去找 就我所知 他們 至少有提出 一兩篇 相關的 關於 股市的可解釋性的 相關研究 如果有興趣 可以找一下 那這一篇 他也是用 conversion new network 然後 做圖形輸入 來 判斷說 這個 股票 是 最 這是 是一個怎樣 是相對的一個 好還是不好 不過 跟前面 論文不一樣 他有用到 最開頭講的 我去判斷 K線圖的配等 他用到的 就是 我剛開頭講的 這個 我再把它調出來 好 這邊 剛剛第二篇的 台大研究 他就有用到 這個 的 這些 The Major Candlestick Signal 他用到 其中的八種不同的 Pattern 當作依據 來 分類 它的 Label的 模型 那 分成八類 根據 過往 他是用收集 台灣的 Data 台灣股市的Data 去收集 這八種 Pattern 還有另外一個 D0類 就是 這八種 以外 所以它的分類 是 分成九類 那 還有一個 不一樣的 地方 他不是直接 把 K線圖 直接 味道 模型裡面 他經過轉換 他轉成 這叫做 Gramian Aguer Phil 簡稱 GIF的東西 那 今天大概中午的時候 我有 在群組裡面 貼了 這一個連結 這一個 布洛格文章 他 在這方面 解釋的相對 比較清顯 如果你想要 瞭解什麼 是GIF 可以 仔細的 讀 這篇布洛格 我在這裡 簡單的 review一次 這個 這個 GIF的作用 我們知道 這個 最左邊 如果我們把它看成是 這個 股市 隨著 交易時間 它的 縱軸是 它的 那個 股價 然後 右邊 是 時間 所以它的股價 會隨著時間變動 OK 那我們可以 這個 骨架 所在的 位置 我把它轉成 極坐標的角度 你看 中間這個圖 它的 數值 我把它 看成是 這個 值 在 這個 180度的 這半圓上面 它的開角 多大 我可以用 那個 Octangent 輸入它的值 我轉用 Octangent 就可以算成角度 所以我就可以 把值 轉成角度 OK 那 這個時間軸呢 就是 我要切割成多少塊 比如說我這邊 分割成十等份 我這一個 就是切成十塊 了解嗎 這是中間的狀態 第三個 所謂的GAF 是什麼 GAF就是 我用到的所謂的 Grand Matrix 把它 這個 每一個 這個 角座標 用cos 兩兩相乘 形成的一個矩陣 就叫GAF 那 這GAF 要怎麼算呢 我們看後面 那我們知道 我們在算 整個 那個計算的時候 就有兩個做點擊 然後 加加起來 那 點擊其實 另外一種形式 就是 U跟 V 這兩個項鍊的None 乘上他們的cos 假角 這是 那個 數學三角函數 如果忘了 可能自己回去 分析一下 那 如果我把 兩個 那個 把這兩個 Normalize 乘以1的話 那 其實我們就直接看 cos 斯蒂塔角 就直接看 cos 斯蒂塔角 所以 當我在做 兩個 像樣做 點擊 的 和的時候 我 借用一個叫做 grammatr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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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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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這個 對角線 就是 這個向量本身 它的 夾角的和 這邊這個寫法 寫得不是很好 我們待會兒直接看論文 會比較清楚 這邊就是 V1 跟V1 然後這V1 跟V2 一直到最後 VN到VN 所構成的這樣一個 矩陣 我們叫grammatrix grammatrix 另外的 用在很多的地方 是我們 另外一種 很 算也算很 流行的應用 在做 所謂的 風格轉移 它也會用到 Grammatrix 那你的 Grammatrix 是用到 那個 feature map 就是 經過 conversion 之後 每一個 kernel kernel 運算之後的 feature map 所產生的 結果的圖 那 比如說 有64個 kernel 跟 input的圖 做conversion 輸出了64個圖 就是64個 feature map 然後這64個 feature map 的每一個相對的點 就第一個 相對同一個位置的點 他們彼此的 這個對角線就是 他自己跟自己 同一個feature map 做點擊 那這就是第一個跟第二個 第二個跟第一個 最後一個跟第一個 所以 剛才那64的例子 就是第64個 feature map 跟第一個 這是我們在做 style transfer 利用到的 這個 grand matrix 它的作用 那grand matrix 在 style transfer 經過那樣的運算 之後 它就會去 取到它的風格 因為它是 取 不同的 這個 feature map 量量去做 同一個位置 去做 相成的點擊 所以它的 圖 整個位置 順序打亂 它的grand matrix 計算結果 會一模一樣 因為它只 算的是 相對比 同一個位置的點擊 那最後我們可以 因為我們剛剛講 如果我們把 這個 前面兩個 V1 V2 它的大小 我們直接看 cos 它的 它的 夾角 所以 最後的結果 我們 當一個 時序的序列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 轉成 gf 的表示方式 然後 後面 就比較沒有什麼了 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自己把整個 這篇文章看完 這篇文章看完 在講 台大正 第二篇論文之前 我們 還是要把 剛剛講的 剛剛講的gf 它實際在運算 它的細節交代一下 這篇是 第二篇論文 它引用 它引用的 這個gf的技術 它提出了 論文的 出處 前面 它 要做normalize 的時候 如果 我們要把它 normalize 在 負一到一 之間 要套用這個公式 得到了 這個 normalize 後的 值 這等一 這個 可以理解吧 如果 這個 輸入 最大的時候 左邊這就 0 所以這值 就等一 那 如果 輸入是最小的話 右邊是0 所以 這兩個 就剛好是負一 所以它的值 會介於 負一到一 之間 那 下面 二次呢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把 輸入的值 做 cos 剛剛講最後是 cos 口誤 做 cos 就會 因為我們這邊 都是用cos來算 就得到它的那個角度 那 那 180度的那個 散葉 它的角度 那 這邊 我們的 grad matrix 就可以去算 它的cos 之間的夾角 的和 那 剛剛有提到 這對角線就是 自己跟自己的 夾角相加 然後 它會等於 下面 這 4 4 這知道是怎麼來的嗎 這是 應用到那個 三角函數 這個就是cos alpha加 beta等於 cos alpha 乘cos beta 減掉 sin alpha 乘sin 那 sin alpha 就是 1-cos alpha 這是 簡單的那個 三角函數 高中的三角函數 如果 忘記了 可以 可以 自己找資料複習一下 那 基本上它整個作業就是 把這個圖 時序的圖 這邊是誰的時仙 大小變化的 序列 然後轉成gf 就是這個樣子 好 那我們可以回過頭來講這一篇了 那 這邊很熱 那 因為這個是做 骨架預測 一樣文字 我們就 介紹 那這裡面有一些 小錯誤 大家要注意一下 這是 這是 我們講的所謂 M頭 跟W底的意思 不過很少人用這樣講 我們都叫做 Double 八等 或是 Double time 這是我第一次 見到英文寫成這樣子 這篇研究裡面它 用到兩種 Pattern 一種是我們穿動的 就是 取 開環價 收環價 最高價 最低價 這個 中間都在介紹 CM 我們就跳過 這跟剛剛講的東西是一樣 那 那 他 在這一篇 用到 剛剛提到 那個 Mature Stick Signal 裡面的八種 Pattern 這個 介紹我們剛剛 剛剛 我們剛剛講的是 Eventing Start 這裡介紹的是 Morning Start Pattern 下面有 Eventing Start 我們剛剛講的 特斯拉 這個股票 大跌 有印證這個 Pattern 這張圖的顏色 我看起來應該是錯的 這邊的紅色應該是黑色 黑色應該是紅色才對 這是一個Morning Start 就是 下跌 然後這個應該是白的 這個應該是紅K 那他實驗是取一個 十乘十 就是 這樣的一個 十個K bar 會單位 然後 取四個特徵 四個特徵其中的一組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開盤架 收盤架 最高架 最低架 那另外一種 他的第二種做法呢 他叫做 簡稱CULR 就是 上影線的大小 下影線的大小 實體的大小 還有當天的壽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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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回到這 我們 借用這個圖來講 上面這個 長長的壽槓 這就是所謂上影線 下面這個 長長的壽槓 就是下影線 他第二種Panet 就是 上影線的大小 就長度 然後 實體 就中間 這個bar 的長度 然後下影線的長度 大小 第二組的收盤架 上影線的長度 下影線的長度 跟實體的長度大小 然後他在取資料的時候 就這樣子 依序 取五十個 這個 他在取資料 他的實憶圖 他用到的CAN 其實也很簡單 這篇論文比較特別之處 是 他用到的 CAF 就是 轉成剛剛講的 GAF 口誤 這是他轉成CAF的四種不同的 他的輸入是四維的 這四維就是 這四種不同的圖 開盤架的圖 因為開盤架是一個 一維的序列 一樣 最高最低 收盤架 最高最低 都是一維的序列 然後他轉成CAF之後 會變成一個二維的圖 二維的圖 他用角度 對應到他的時間 序列 所以 在 這個 K線圖 轉成 左右 這兩種不同的配的 那 右邊就是 他講的 CURF 手盤架 上影線 下影線 跟實體線 實體 他的圖 他的實驗 用這個 右邊這一組的實驗結果 會比左邊這一組要好 你光看這個 你就可以看出來 你可以看到 這四個幾乎沒什麼差別 人眼看出來差異不大 但是這個就差異很大 所以 同一組位進去的 這四組 他對稱性太高了 就每天他變化 上下下 對稱性太高 所以 左邊的結果 他就比較能夠 能分出差異性 所以他右邊的結果 比較好 光看圖你就知道 然後這是 他看 十天 看那個 下跌的配等 那這個 這篇論文跟前面 第一篇 研究生的論文 不一樣的地方 是他不是在判斷 結果 預測結果是高是低 而是進來的配等 是屬於 這八個的哪一類 或是 不屬於這配等 就是他的定靈類 就是不屬於這配等 這八種類都是屬於定靈類 所以他是一個 一樣是個分類的問題 但是他在辨認 進來的 這十日的 十日的K線圖 是屬於 哪一類配的 那這是他的 簡單的CN 然後這個 這個CN更簡單的 就 一個 第一個N就是 沒有多少的Data 然後 十乘十 四個Feature 然後 Kernel有十六個 然後 每個Kernel大小是三乘三 然後 做個二乘二的 Mass Pooling 做兩層 CN之後 才做Mass Pooling 然後做 Fooling Connection 一百二十八層 然後 接一個九層的 SoMass輸出 他這個CN模型 又更簡單了 他用這麼簡單 第一個 可能是說 他要符合 這些K等資料 可能本身就不夠 所以他用更複雜的模型 會更容易 overfit 再來就是說 他也沒有 用到任何 recreation的技巧 所以他更容易 overfit 這篇裡面 他有提到說 他為什麼 不直接 丟K線圖進去 他的說法是 如果丟K線 會很容易 underfit 學不起來 我沒有仔細去追 他的依據 或是他參考的論文是什麼 不過 針對這一點 其實 就我 看到的一些相關的論文 我覺得 並不完全站得住腳 在於你 怎麼 處理這些 data 然後 你的模型 等等這些 Anyway 這是他的說法 這是他做的 那個 conjunction matrix 待會兒 搶ANN的 25章的時候 也有 conjunction matrix 可以看到對角線 可以看到對角線 都比較好 代表他的那個 側出來的結果是相對好的 那種 透透有9類 0到8 快速 不夠輸入 那這是用 剛剛的是 第一組的 就是 高低收盤 開盤架 好 開盤架 這個是 這個是收板架還有上癮下癮跟磁力線的大小 拿了結果你可以看到這個表 獨五十四比獨五十三要 我們看第八類好了 0.923 0.968有沒有 就跟他的 這個我寧願宣稱的第二種做法比第一種 就第二種圖 圖的處理比第一種 然後這是用LSTM的結果 是稍微差了一點 這是一樣用LSTM 用CVOR去做的 這裡他多做了 這兩個他的Lost function 你可以看到第二種 用CVOR的圖 他的Lost明顯收斂的比較好 QS也會比較高 那這裡做的比較是 他在 最後全連接層之城做了那個Pooling 他的試驗結果 沒有Pooling 結果會比較好 就是橘色 接近紅色的這個 他的收斂是比較 QS也會比較高 那他的說法是 因為Pooling其實是 把一些點 細節 丟掉了 所以 這些細節他認為可能是很重要 有一點原因就是說 有可能他的 十生十的圖也太小了 所以 你丟掉一點 基本上 很多細節就不見了 再來就是他的 模型也很小 所以 經不起任何的 resolution上面 細節的損失 所以 這邊論文 我覺得 我覺得 不足的地方 他應該就這副片 做一個更 更 更 廣泛的實驗 而不是 這樣子 就提出 他的 他的 他的結論應該是這個樣子 我覺得 這是 他們認為比較不足的地方 好 好 這是 這一篇論文 的介紹 欸 聽說 是 問一些 好奇的地方 像那個 GF 就 如果看到那個 動畫 是 就 你稍微晚一點 如果沒有理解過的話 角度大概是 時間吧 然後 radius 不是 角度是大小 這是那個 極座標準 從 時間對強度到 極座標準 那個 轉換 那個 那個 那個是大小 我 我來看一下那個 這 欸 我 我掉那個 對 這個應該會比較簡單 這個 然後 這個 這個 這個時間是比如說我們剛才講的 你把它簽成十等份 就是這一個一直在跳的線段分成十等份 是不是代表這個角度 不是不是 角度是大小的值 就是cos 的大小 值轉成的角度 就是縱軸的大小代表它的角度 就是這個開角 這是一個極坐標的表示法 比如說45度它的往這個方向 比如說每一格代表1 我的大小都一樣 假設這是1 到這裡 我滑鼠黑色值的這個位置是1 這就是角度45度大小為1 所以你說角度 這裡的角度本來是它的角度 是這裡的角度 對 然後它的橫坐標 時間軸 我就把它切成多少等份 比如說我切成十等份 那每一個就是十分之一 那我就以這一個為代表 比如說 以1為代表 就是它長度 如果這樣子的長度代表1的話 到這裡是代表1 就是每一桿 你可以看到 這圖它做成動畫 所以很不容易解釋 你可以看到每一根像桿子的 它每一個時間上面 其實在管一個這樣的動畫 對對對 它如果是平均切的話 這長度應該要一樣才對 它這邊是不平均切 懂嗎 所以這邊你會看到這桿子長度不一樣 因為它是在算這個 這個 所以它每一個這個 就這個桿子 它的那個時間長度不一樣 所以造成這個桿子也不一樣 好 這個沒有很想要用 然後我想套解的是 第二個事情就是說 看起來它是在任的 那它們標註上面 會不會有問題 因為有時候我們不去標配分 我不知道 對於Gitzen 你們 就是比較了解 這個battle 是在那個部分 你來講 會不會有某股地帶 那它們標的時候 都不會去問 這部分 我猜 它們標應該是找 本身是 有在這方面 有研究股票的人來標的 因為我個人猜測 它們應該 就算有在碗 應該 都是玩票性子 有沒有 專精 因為 講實際話 這些做出來的東西 我認為離實用性 還不高 是 我之前有個經典事務 去認一個訊號 不要情緒來標 例如說 醫學訊號 就是心律 然後你要認他 胎兒的心律 那 其實那個醫生他是專家 他自己標 跟另外一個 他的學弟 另外一個醫生標 其實不一樣 那會不會 他們那種 有事務就是發 那個 就是那種不理智 造成的 這個 這個一般大家 的做法是 呃 三個 找三個專業人士 來標 然後取多數 這樣子 一般的做法 這樣子 那或是另外一個 做法就是 當兩個不一樣的時候 找第三個 來標 那 第三個看是標 是屬於 因為 他就只有 如果是 非正極負的話 如果是 第一個 第一個 比如說醫生說有 第二個說沒有 那就看第三個醫生 說有 還是沒有 對 對對對 這是一般 一個 很 common的做法 但是 我個人認為 這也不是百分之百 有時候 有可能是 少數的那個 才是準 這是有可能的 我們外行 對某個裡面來講 到底三個專長 誰對專 有時候也很 會不知道 對 對對對 這其實是在食物上面 真的 我真的見過 他是會有一些灰色地帶 就是 同一個人 他其實 他在標資料的時候 也會有前後矛盾的情況下 就是那種 就是 很 在中間地帶 他在這裡 他標成有 他在後面 一個很類似的地方 差不多 他就標成沒有 剛剛講的那個經驗上 有可能是這樣的事情 就是隔了兩個月 他標明會有 他在平手 所以他 有些想法改變 他不自己 他也有任何事情 他其實標明會有 然後 就有可能會有一個事情 就是 像他 他還跟 MSTMG 那 我比較 好奇說 他是十大成分之一 我們 轉成JF0 他來到 是切很多小小小的嗎 沒有 他 如果用MSTM 就直接輸入數值了 應該 就直接就輸入數值了 我印象有點模糊 我不太確定是 他每一個 每一個都有 單獨輸入模型 然後 再去做 Average 還是 做了怎樣的另外處理 這邊我就沒有 特別有印象 應該是 我們再來看一下好東西 一直找不到 這 可能有興趣 可能自己看 不過 如果是用 LSTM 一定是一尾 在這方面 不太可能 用 除非是 用到 所謂的那個叫 CNN LSTM 就可以做二尾 有一個技術 叫CNN LSTM 你可以把它 用剛剛講那個 那個 一樣是 二尾的 TCM的方式 類似那樣的 好 針對這兩篇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 今天就到這裡 好 謝謝大家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